這裡 這邊 好 這裡 這裡 最近真的是大劑 因為他踏入 這兩個星期踏入了8個月大 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驗 告訴我 他突然間盛情大變 之前一直都是 可能小器的 之前一直都是 很好相遇的 怎樣整他都無所謂 但是踏入了8個月生日 很有主見 很有性格 什麼都不給 洗臉又不給 換衣又不給 洗頭又不給 總之什麼都不給 不知道突然間 突然間性情大變 不知道為什麼 一夜之間睡醒 就會變成這樣 那我是呆了 以前很聽話 很多事情很快就搞定 現在要跟他鬥力 但是他 就是寶寶仔 我又不可以太大力 弄傷他 但是 你猜不到 他是一個幾個月的寶寶 可以這麼大力 然後 每一次都很累 整個人都很累 整個人 還有他 就是他踏入了這個8個月生日 是認識了很多事情 突然間很多 第一次 認識自己喝水 拿著一杯飲水 認識自己拿零食 跟著什麼都要拿 以前就不會 這陣子就開始會 還有 他開始會叫媽媽 前兩個月 前兩個月 其實他都有叫媽媽爸爸 但是我覺得 他是沒有什麼意識 純粹可能發音 但是這個月就很肯定 他是懂得叫 是有目的地叫 那就慘了 雖然是很生氣 真的很生氣 他在叫媽媽那一刻 但是他什麼都叫媽媽 就是之前我是可以 就是偷一下懶 去一下街 找姐姐 和找家人姐 可能奶奶 媽媽那樣看著 那我都可以輕鬆地去 射一下王 但是他現在是 一給第二個抱 他就不肯了 就是現在什麼都知道 那什麼都是媽媽 媽媽 那我就開始覺得 噩夢原來在這個8個月 才正式開始 這樣 那爸爸毛呢 就是老公 幫忙 爸爸他完全認識 爸爸是一個 詐嬌的對象 因為爸爸是什麼都OK的 總之他呢 現在他什麼都知道 那我就 有時候都沒有辦法 因為你不可以不洗澡 不洗臉 不換衣服的 但是爸爸就是 他哭有他先 我來抱一下 那就是 這些就是豬隊友 那 那他完全知道 爸爸是拿來撒的 但是爸爸要上班的 那所以 日後的時間 就這個 惡媽媽出現 那 但是有時候 就是我想 對他嚴厲些的 因為 那些人說 寶寶已經開始 懂得理解 其實就是要開始教的 那但是你們都知道 就是我 以前都經歷了這麼久 這麼多辛酸 才等到他出生 那所以變了 有時候 我就真的 不由自主地 是會中他 賈到你了 我們 剛好